海拔从2500米上升至3200米 坡度陡峭空气稀薄 让川津铁路的铺设更为艰巨 如果顺利开通 未来从成都到九寨沟 将从原本开车的8小时 缩短到3小时免去周车劳顿 为了借由政府投资 带动经济成长 大陆国家铁路总局统计 今年上半年 大陆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以高达3373亿人民币 相当于新台币1.5兆 比去年同期成长10.6% 创历史新高 然而随着各大站点陆续开通 能否维持营运并且获利 稳定的客流量是一大挑战 江苏南京市内的紫金山东站 外观新颖 但建成至今从未使用 另外同样是江苏境内的 江浦站也大门深锁停摆多年 大陆媒体统计 大陆全国至少有26个高铁站建成后 因为位置偏远 周边配套不足或客流量低 沦为停摆状态 甚至是从未启用的文子车站 媒体质疑 从规划设计到投资建设 谁又该为巨额的无效投资负责呢 九郎山站的客流量 由运营初期的不到100人 下降到2021年以来 不足不足10个人 客流是严重不足 最终2022年暂停客运业务 地方政府为了建设而建设 却因为债台高竹 又没钱补贴铁路公司 最后沦为政府企业和人民的三书局面 美国华尔街日报估算 大陆地方政府债务 已突破200兆人民币 随着经济放缓 越来越还不出钱 恐怕让大陆经济更雪上加霜 TVB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